全油管最快新闻 成都市房管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和 立祥在电视专题片着进中餐毁滩府事实 根据专题片披露和立祥通过受贿滥用职权等手段 涉嫌违纪违法 并于去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 是年6个月罚金120万元 片中揭示了他从党校教师 晋升到副局及干部的过程 以及在职期间的贪欲行为 包括收受贿赂、违规购房、滥用公车等 这起案件再次凸显了政商关系不正之风 也提醒我们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以保证连接政府建设的实施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